第一個就是這個地方使用者啦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就是把這個地方這個列出來 然後有總共有幾頁 總共到第幾頁嘛 然後這個如果你要回頭看的話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你要先把這個 index.php打開 那第二個我建議各位就是說 設計師記得把它改成傳統 這個一定要改的 如果你沒改的話 後面很多面板它不會出來 比如說像什麼面板呢 像上方有這些像表單啊有沒有 像這個php php或者是像資料 資料我們上禮拜用到總共有幾頁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用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123456把它拖拉到這邊來 這邊這個 然後這個是上一頁下一頁就這一個 有沒有實際上如果你會打開資料面板 從傳統裡面打開傳統資料面板的話 很快的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你的那個網頁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有這個效果出來 有沒有這個效果跟這個效果 其實很方便啊 不用寫任何程式 那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的話呢 還有其他的部分呢 包含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資料面板的部分 特別注意喔 它有時候會說的太小 把上面這邊最小化 上面這個面板 像這個CSS比較少用到 你可以在旁邊按一下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最小化 然後把這個有沒有資料庫這個 因為我用引用到資料庫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在它的灰色地下按右鍵可以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上個禮拜做過的東西都還會在 包含就是什麼資料庫的連結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一定會有個資料庫連結 給所有的網頁都用這個資料庫連結 然後這邊一樣會有個細節 細節到之後的話會拖拉過去嘛 上禮拜做的喔 然後另外也有一個什麼 赤膚器行為 什麼呢 就是重複區域有沒有 還記得吧 選它之後的話 會把所有的資料呢 重複都列出來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測試一下看有沒有問題 那看到的結果應該就會看到的是 類似像這樣子 那並且喔 可以點擊它 它可以跳到一個什麼 詳細頁面 那詳細頁面的話呢 是在哪一個呢 是在這個index 另外詳細頁面的話呢 是在這個有叫details的這個頁面 那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 如果細節部分呢 有一點遺漏的話 請各位回頭再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看就是說 如果我說我們需要成為一個管理者的話 因為你這個新聞公告 你不能說喔 以後喔 你做完之後 假設我要發布新聞 假設說我今天 又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要讓這個我的使用者看到的話 那勢必第一個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喔 這個地方有登錄管理介面嘛 不然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發布新聞 那有點奇怪喔 他亂發布一通喔 那跟留言板不一樣 留言板是每個人都可以發布啦 OK 那我們把它登錄一下 那登錄的時候我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管理者的帳號密碼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做 到底確定一下 是不是這個管理者 那我們在剛剛的資料庫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 news的那個admin的那個一個資料表 裡面呢 主要就是放什麼 他的帳號密碼 那我們可以透過帳號密碼的話 按一個登錄系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如果帳號密碼 是我們剛剛在那個有沒有 PHP裡面看到的那個 就是這一個 PHP密碼的密碼裡面 看到的是這一個的話 那就可以登錄 如果不是的話 那當然就不能登錄 那不過喔 這個帳號密碼 當然你可以修改啦 不見得一定要叫這個 不然的話很容易被破解喔 就會被進到那個 你的系統裡面 那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個 我要新增 新聞 比如說我新增一則新聞好了喔 那新增的話 如果你是管理者 你標題 假設我打一個test 然後編輯者的話呢 我也打一個test好了 這假設是 就是做一個測試 OK 好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審核 比如說已通過好了 假設我確定是要發布 發布時間 他會自己幫我帶出來 按個送出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很快的 這邊呢 就會看到一則新聞 那一般的使用者呢 他登錄進來 也一樣可以看到這一則新聞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在發布的過程當中呢 發現一些錯誤的話 那我有沒有權限做什麼 因為我是管理者嘛 所以我如果說 要針對這一則新聞做什麼呢 做修改的動作 我要怎麼修改 最好是什麼 旁邊有個編輯對不對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上面有一個編輯 下面有個刪除 兩個可以讓使用者做後續的處理 也就是說如果我要編輯的話 上方有個編輯按下去 如果我編輯我錯了 我應該是test2好了 假設說我修改一下 這邊都修改成test2 然後呢 我按一個送出 那勢必我要能夠怎麼樣 幫我修改一下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按送出 有沒有 test2就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 這則新聞如果發布錯誤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刪除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一筆我刪 刪除給各位看一下 刪除 你會發現他問你說 是不是確定刪除 是不是這個東西是你要刪除的呢 是沒錯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這筆記錄就刪掉了 所以我們後面今天要講的重點 主要會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呢 管理者的介面怎麼寫 就是管理者你要怎麼樣 給使用者怎麼樣 一個管理登錄介面 然後登錄進來的話 這第一個 登錄系統怎麼樣做設計 才能夠登錄到管理的介面裡面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要讓使用者可以 新增一則 比如說公告 或者是說你將來要發布什麼訊息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新增 修改 這是第三個 刪除 是第四個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管理介面都做出來 所以 一 這個登錄系統怎麼設計 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要新增 新增資料 到某個資料表裡面的話 怎麼設計 第三個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編輯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就修改裡面的任何資料的話 怎麼做修改 第四個就是我要刪除 怎麼刪除 其實如果你把這四個做出來 你會的話 其實可以變化出很多的花樣 其實很多的系統 都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出來的 所以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要來看一下就是說 當然這個地方最後還可以登出 登出管理者 登出之後的話呢 就回到一般的使用者介面 點進去 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的 OK 那第一個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 來 回到什麼呢 我們進入裡面 設計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在裡面的範例 已經有做好的一個介面 這個叫 要login打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就這個畫面 不過將來 當然你這個地方要畫面 自己自己要 自己要做了 因為這個範例已經做好了 我們就直接用現成的 至於裡面怎麼做出來 我想各位自己在 有時間的話 自己在玩玩看 裡面當然包含就是一個 一個 比如說一個DIV 然後一個FOAM 有沒有發現 這個一定會有個表單 對不對 那這個表單的話呢 送出一定會有什麼 POST 有沒有發現 因為登錄的話呢 一定用POST 不能用GET 這個好像在前面有講過 其實觀念上都一樣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先試一下 把這個先打開來 然後稍微了解一下 整個系統的架構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 這個四個需求 登錄系統 然後登錄系統裡面的 新增 修改 刪除 大概會有四個部分